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汽车显然也是越来越依赖 但是对于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来说 交通拥堵 环境污染 就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因此新能源汽车应运而生 它不仅对环境友好 而且无需参加摇号就能上牌 所以许多人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汽车 殊不知新能源汽车也有一系列的缺点 首先续航里面 由于受电池的容量和转化率的影响 往往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 近在100公里至200公里之间 对于日常上班族来说已经足够了 但是如果想出个远门 或者节假日出游 可能就有点力不从心了 并且电池的寿命 也需要良好的驾驶习惯来保持 所以电池是新能源汽车 需要功课的一个难题 其次车价和保险费用高 由于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成本比较高 毋庸置疑市场价格也是偏高的 虽然有政府补贴 但在保险方面 却按照原价来系算保费 除此之外 新能源汽车的保险也没有优势 尤其是电池 除非是本身质量问题 否则保险公司不会领培 但是自己修的话 价格也比较贵 所以在成本上没有优势 最后售后服务跟不上 由于新能源汽车推出时间并不久 所以相关的售后服务可能并未完善 再加上对于新能源汽车了解的人才比较稀少 才造成售后服务跟不上的尴尬情况 当然这些情况也在慢慢的改善 相信新能源汽车的未来 定然能够蓬勃化的